龚翔鱼状态逐渐下滑 放大十倍后看细节 原因清晰可见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现在保障性接应的理论害死人 中国女排主要问题还是接应问题 龚翔鱼进攻威力有所减弱 但是场上作用不可或缺 目前龚翔鱼最合适的替补就是周叶彤 正义新没有定点攻能力 换上来只能打跑动 右翼进攻瘸腿 对球队影响还是很大的 蔡斌根本没有去考虑选拔培养年轻队员 蔡斌太需要短期成绩来证明自己 所以他上来在各俱乐部拉网选人 整了一支老队员组成的队伍 他可能想的是 只要把老队员拧好 成绩怎么也不会太差 目前龚翔鱼是中国女排核心人物 龚翔鱼是中国女排最年轻的奥运会冠军 也是获得金牌奖项最多的现役运动员 他头脑成熟 技术出众 是目前中国女排最不可或缺的队员 从现在中国女排的后背力量看 年轻队员与她的差距都比较大 甚至时至今日 龚翔鱼都没有合适的替补 所以龚翔鱼参加三届全运会不是梦 甚至有可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 那样的话 姑娘就会再创造一项记录 龚翔鱼曾经取得的荣誉 当然不可磨灭的 应该值得众人永远的记忆和传送 至于说到影响力 不能说影响力大小靠运气 那是幼稚和偏见 正确地说 影响力大小 应该靠自身的拼搏 而取得的显著业绩来支撑 才能获得 而龚翔刚上来 大胆选拔培养新人 不在乎暂时的德语师 才让龚翔前妻 人才济济 蔡斌没有龚翔 这样的魄力和格局 他只盯着老队员 却始终不敢用新队员 就是给蔡斌十年 他也不可能把球队带到顶峰 其实中国女排女排 缺领投阳 自信应变能力较弱 默契度达不到 朱婷的回归与否 暂不做定位 辛劳接力很重要 球员们王仲道远 社会应该给女排最大的宽容 运动员是人不是神 有几个能做到常年无伤病 竞技状态无起伏的 已经好多年了 龚翔宇就没有替补 比赛赛场上 老队员可以换下休息一会 换新球员上场多锻炼 才能有比赛经验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